哥斯达利夏的进球从他的脚背上过去 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帅前的训练 帅前的训练 一般米露会做一个调整 我们会自己大家都会猜 不是背心 分主的时候他会考虑 考虑怎么样调整 其实当时我们作为球员 是能感觉到 地下第二天可能我要手滑 其实当天晚上还是有点 睡不着觉 想着第二天要面对这些对手 以前就是 我感觉好像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些球星 我们要平常进入 有一种像做梦的感觉 手发和八写队 像是世界冠军的 你们俩不一样 反正我跟手发的行 拼就行了 年轻我上一个拼干嘛 我人从来不舒服 你俘书了 那咱们说那别干嘛 那别上了 这个米露先生呢 他当时也是 非常的信任 我们这几个年轻球员 因为说实在的这样的机会 一生都很难有几次了 作为我的父母 当时也是开玩笑说 能够跟着这个 国家队去参加世界冠军 就已经是非常难得 非常不容易了 就去那里和长长见识 6月8号 韩国西龟普体育场 中国队迎来 以世界足球最高水平 巴西力对决 这场比赛 在国内几乎达到了 全民观战的程度 中央电视台 创下了30.1%的收视率 而在2002年 唯一能够超过这场比赛 只有最后的德巴决战 中国队在上一场 赋予哥斯塔利加 如果输掉这场比赛 将提前从C组中出局 而巴西队则小组出现 面对这样的局面 中国队球员的心理 又在想些什么呢 打巴西 因为整个他们出场的 11个人 个个都是球星 所以肯定队员 在跟他们踢球的时候 完全这种心理是不一样的 因为终归是 你跟这些局星 都站在球场上 跟他们一块比赛 因为看到了很多的球迷 然后为我们加油鼓励 然后又是面对 这么强劲的一个对手 所以说当时 心情还是比较有一点点复杂 你要还没有来过之前 你会想象的特别好 但是你到了之后 你觉得特别残酷 那世界杯有什么压力 你还能赢巴西赢土耳其吗 大家挺逗的 我们也真正的就是 感觉就是一场比赛 可能这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吧 年轻的赵俊哲 刺客站在首发队伍当中 难掩激动的心情 因为这场比赛能首发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意思 但很快 他的注意力 就被卡罗斯的腿给吸引过去 你看卡罗斯的腿 我看他可能在后面 我妈呀腿这么重 特意卡的感觉 那我说验一球 我们都是提成外星星 真的 物理上解决不了 这是弧箭能这么大吗 确实是 这是卡罗斯用一粒任意球 给赵俊哲的答案 我记得离铁 我们下来还在聊呢 他说那个球 镜子就对着我来了 稍微一测 那个球收 跟子弹一样 那一下要是真打上了 绝对 那个人就瘫痪了 大家之前就说 就是定位球的时候 如果他要射门的话 肯定是大力 但是就这样的话 可能当时防起来也很难 因为这些队员 他们在02年试体杯的时候 应该是他们 也是最鼎盛的时候吧 关于2002年试体杯的故事 足球师也本有意采访门将将金 但他最终还是婉拒了我们的邀请 16年过去了 相近的那段记忆 在这个片子里成为了空白 要不至少 我们能够从他的口中 得到对以下这段话的回应 第一个认球不该进 将金为什么垫了这一步往左移动了一下 那个球我站在那 我不往左移动一步 我站在右边 他也进不去 就扑出去 就是这么一个微小的细节 导致第一个球溜了 在卡罗斯进球之后 巴西的三R组合 罗纳尔多 迪瓦尔多和罗纳尔迪尼亚 各下一筹 55分钟 45分钟 这是罗纳尔多接出外的团体 和准备往里突破的时候 中国队给球拉人了 是 是在比赛进行到了上场 这球挺有印象的 巴西的在中路做文章 还是小罗纳尔多的传球 在进军前沿 因为确实是他这个球 因为当时我就是感觉到 这下被过去以后 我说好像自己也是 这个顺带着拽了一下 这个罗纳尔多 我想完了 这肯定是造了一个点球 但实际上 当时风哥也是下来说 他好像他也拽了一下 然后回来我一看 我确实是我们两个人 同时拽了一下 造成了这个点球 当年李北风 对这一幕的形容 也让人印象深刻 当时我和杜维俩去 拽着罗纳尔多的时候 放归了还没给人拽到 也还进去了 当时我记得内心太清楚了 这真是一种就快 体现出来他的力量来了 罗纳尔多这种突破能力 还是很强 很强段速度很快 结合球速率快 李伯尔多 这种你别看着身高很高 你前来就不容易 左脚脚像很细的 动作速度也很快 我记得有一个中场 有的时候 是李铁先铲的 杨铁铲着 他一过去之后 带到我这 我一铲 就是很勉强的 只能犯规 小罗 这种个人条件 能力 实体数字都很强 我们俩有过正面的直接身体接触 徐云龙 赵俊哲 邵家一 安琪 曲波和杜薇 是当时国家队阵营当中六名年纪最亲的球员 其中徐云龙三场手画并打板了全场 而赵俊哲和杜薇 也在主教练女的信任下 展上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舞台 在那个时候 01年没参战 我是正确 我一看 确实是没正确上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能力不顾 当时想的 估计连替补的机会 上场的机会都可能很少 因为毕竟 这个位置关系 因为在中和位置维持 一般很少会 他曾经在戴个队 土耳其那也是 欧洲的强队之一 巴西那是实际冠军 所以他不可能 说我们会在这三个队上 有多大希望 所以他与其这样 不如换一个四倍 让年轻队员多一些 去增加世界倍 比赛的经验 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体验 不管他时间长短 起码他感受 这一种级别比赛 给予他内心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他后边的成长 和应对不同比赛的压力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保持了一个 基本主力的阵型以后 他就换了许多体验 你比如说 邵嘉一 赵俊哲 杜威 曲波 他们在今后续的成长过程中 都发挥了 不同时期 都发挥了更好的积极作用 对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 是有促进作用的 我们东西都希望能够绑回来一个 输人在场 都希望 孩子继续这么打 即便输一输0比4 0比5 我只要能打坏一个 我就赚着 孩子在 都别的劲 好的 好的 起到射门 好机会 配合打的还是不错的 赵俊哲 赵俊哲 那个时候 卢西奥 防守一扣 加上前面后换上来的 直接就一个非惨 我感觉再不射门就来不及了 他做到了 所有该做到 他的角度 力量 什么的都可以了 如果他说 再往里一点 再往里一点 就被别人封着 他射不了 他选择 因为他前面 左面的一个防守 和右面的铲球 这个队员 都已经在那 0.1 0.2 就是选择了 要不然你说 你根本没机会 那瞬间太快了 你想 你射门的一瞬间 加上你球到球 门住的一瞬间 但是打出去 这一瞬间 哪有思考 说还可能有 可能踢住一瞬间 棒打门中间 哎呀 心有点凉 当时就想 如果说能够 能够进球的话 那么可能会 对厂商的形势 可能会有些改变 你能够 在世界杯上 能够进一个球的话 那是不一样的 来不及思考的赵俊卓 在他23岁的时候 给中国的世界杯 记忆有假意和至今 呆忘了的时刻 曾经他一度 离世界杯很远 但此刻却早已是正中的 米露所掀起的 这场青春风暴 还将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继续垂炼断档